我儿子都快五岁了 走路还摇摇晃晃 经常摔跤 看了好多衣裳都没有用 看小哥哥面向生气 并无大碍 只是 只是什么 他被绞绳签伴住了 割掉就没事了 绞绳 哪有绞绳啊 你干什么 你让小哥哥在前面走路 我帮他把绞绳割掉 割掉绞绳 我儿子的战畅走路了 谢谢小天师 那就感谢就可以了 谢谢你小天师 明天收窗了 明天再来吧 是吗 看来我这个运气不太好啊 我 关锦叔叔 小团子啊 我有一件事情 想请教你一下 什么事啊 团子你说 这六年的植物人 还有机会再请问 你说的那人是你弟弟吧 这你都能算出来 看来我真没找错人 温叔叔 人也挺好的 原本温叔叔 才是师父给我找的爸爸 我应该帮帮他 自从我弟弟六年前出车祸 成了植物人以后 我们家人每天都吃不好睡 我们找遍了所有能找个医生 咱都没办法 我需要到你家里去看看 听说你有办法知道他 嗯 行咱们现在就出发吧 行咱们现在就出发了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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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邀师傅 你帮我和爸爸说一下 我去跟师傅交一下 走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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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是废物啊 好了 易总 团子小姐被人带走了 不是 温锦为什么要把团子带走啊 糟了 她该不会知道温锦才 嘘 老邀 你来清早啊 嘘 嘘 你来别给冷静点 不是 你有闺女 你闺女 你闺女在我家呢 怎么了 你带给我闺女啊 啊 不是 不是 你叫我爹你闺女 你要不要听你以前说什么 我这么能怎么做 爸爸 是我自己要来温叔叔家的 您顾客温叔叔啊 不是 我来她说 来我家干嘛 她说我请来给我弟弟治病的 还能干嘛 爸 我弟弟治我了六点 我觉得一孩子不治好是吗 我就觉得她能治好 哎 不是所有的病 都能靠医术解决她 师傅说得对 科学的尽头是玄学 爸爸 又试试你 记住 你欠我一拳啊 我怎么跑呢 我的鸡都在这儿 这泳池呢 有什么问题 泳池的初衷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位置不对 就适得其反了 没错 这个泳池离房子太紧了 形成了反光纱 反光纱 什么叫反光纱 你看 这个泳池 清晰地倒映出了房子的所有景象 这在我们风水学上 被称为血盆照镜 这种水面形成的反光纱 比金指形成的反光纱 还要凶 没错 住在这种房子里 对后代不好 轻则纵病残生 重则害命 所以她弟弟出生后 变植物人是因为这个风水 爸爸真棒 钱都对了 你更棒一点 爸爸怎么都不懂 咳咳 那个 不考虑夸夸我吗 毕竟团子是我教的 嗯 是我团子的冰雪圈那种 冰雪圈那种 冰雪圈那种 真效果 冷煞走三 变成淑女狂魔 想不想让你爹地想 哎打猪 跟你跟团子说一声 这事儿 究竟该怎么化解 只要把这泳池填满就可以了 这么简单 嗯 行 我马上派人 师傅你带银针了吗 当然带了 这个真的有用吗 你要不信你就别让我们炸 我这不就问问吗 这两天注意她身体的变化 我还有一个问题 其实我也住这儿 非啥我就没事了 因为问姐叔叔 你是大善人 经常捐款做好事 有多个家庭 是的呀 不然的话 我当初也不会选择做一张 点击下方观看全集